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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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国家经济蓬破发展 城市建议欣欣向荣 但城市千篇一律和文化确实严重 建筑整体不多 满洲人们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作为建筑师 应对建筑的本质和从事建筑创作的目的性 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应设 要树立净确的建筑创作思想和从事进行解体 我这多年的建筑创作事件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总结 逐步行创作的两观三性的建筑创作理论 建筑要有整体观和持续发展观 建筑创作要体现地义性 文化性和时代性的和谐和统一 这是建筑创作优秀作品必须尊臣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首先建筑的整体性 建筑整体性首先体现在构型建筑的各个要素之间的整合 从城市整体的角度 从群体卸调的角度 从建筑内外空间和细部延伸的角度 分清主次 对各要素进行分析 规纳 优化和整合 总体把握 冠切始终 建筑的整体观 核心是和谐和统一 要处理建筑对象中各影响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统一中求变化 形成韵力和信息逻辑 又结合具体的环节和条件 在和谐中做到丰富多彩 建筑的整体观 即使一种设计理念和思想 也是一种创作的思维的方法 也 建筑的可持续发展观 人类在大规模建设自己家园的同时 带来要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并从这些教训中逐渐懂得了可持续发展的道理 逐渐意识到建筑不但要满足现代人的使用要求 而且要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发展 归根结底要创作条件 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 科技与人文同步发展 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体现在建设的全过程中 也体现建筑的全寿命其中 这是当今建筑师必须关注和惯切的设计原则 人的需求会随着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而不断变化和发展 建筑师对建筑的发展 应有一定的意见性 使设计具有灵活和可变的适应性 建筑的地性 建筑是地区的产物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建筑 具有具体的地区的建筑 它既是加根于具体的环境中 受到当地的社会 经济 人文等因素的影响 受到所在地区的地理气候 具体的地形地貌和城市 亦有建筑环境所制要的 地区性提醒建筑 以建筑地点相关的地理 人文技术和经济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它一方面表现为建筑应对地区 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和适应性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特定地区 建筑文化的路特性和延伸性 第一是基础 从地中提取特性 挖掘有益的基恩 以现代科技文化结合 使现代建筑 地医化 地区建筑 现代化 下面我通过很多实例 来对地区学习分析 这个是一个华南理工大学 是人文馆 它处于少园的中心地带 虽然面积不多 但是这个建筑以成为整个体现 华南理工大学人文文化特经 和作为全校师生交往交流的场所 它这两很多个特点 其中最大的几个特点 它延伸了这个建筑园 那边是东湖那边是西湖 它延伸了东西湖那个生态环境 同时它周围也是一个教学群 成为全校活动的一个焦点 和景观那个核心 所以它的建筑体现了它的文化 当地少人文化的一些要求 更重要的 这个建筑更体现了我们 陵南地域环境的特性 可以看到这个建筑 是一种打伤性的 它中间是个整厅 上面这个是报告厅 底下是越南厅 每个建筑之间是一种 互相穿插 互相渗透的一个建筑 它的建筑记得 宁可清一点点 小一点点 透一点点 不要做到堵住 所以加上这个建筑 它本身是非常 淋浓通透 体现了淋浪 这种气候的要求 最后这个建筑得到 国家的要求是去金奖 就是把现代淋浪建筑的 一些特径都能够表现出来 这是主要入口 这是进了大门之后 看到西湖的美景 完全是淋浓通透了 这些构建的处理 体现了淋浪 当地狱里面提出来的这种 阶阳隔热通风 这些要求 下面第二个例子 是映秀 就是前年的地震 映秀地震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作品 就是映秀正宗纪念地 这个建筑体现了 一个是大地的纪念 它完全是建筑 以环境融在一起 架空外部空间 你看 它通过了 四个院落 所以这四个院落 一个序庭院落 一个第三庭院落 一个崛起庭院落 还有一个希望庭院落 把三大功能 展览的功能 就是一个是地震的 那个最害的展厅 一个是最后重建的展厅 还有一个512整丝路的展厅 你要这种展厅 它通过了整个建筑 跟地形完全融在一起 通过空间的变化 它的空间序列 一回上一回下 一回收一回放 一回上升一回闭合等等 把人的思想感情 从非常严重的逐步缓解 最后达到理性和人类 较像以自然和谐共存的 这种希望的情节 所以这个管给人家的感受 就是说不单看到地震 带来的这种罪害 更看到人必须跟自然和谐共存 所以能找到人的美好的光明和前途 这个建筑就是完全相当地大地里面 一个纪念 你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建筑是依次合情 是一种大地的纪念 充分体现这个特点 这个建筑会看到这个地方 第三个例子我想说说 就是浙江大学 我们华南理工大学这十年来 搞了差不多两百所大学 就全国国地 其中这个大学就是最早中标 完成的一个有影响的工程 而这个工程它重点的体现了一个 中间一个非常大的生态带 这个生态带着跟当地地域的江南水乡环境融解一起 形成三点一线的一个中心警带 以所有的教学建筑的源于湖边 作为一个四线的通郎 它的交通是最外围解决 所以形成了 在这个建筑里面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交往囊 在大学规划学籍里面 我们介绍当地的地域环境的特点 成天了一条近五百米墙的交往囊 学生每天就在这里 这些人交流交往 然后激发一种创新的思维 这就是这个学校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后来这个建筑也得了 我在右手里去引讲 改了出来 上面一个建筑 是江南大学 就无锡的江南大学 大家知道江南大学 它处于这个太湖风景区的周围 它的上面 我这个指示的地方 就是太湖风景 我们把太湖风景 完全引到大学少园里面来 就像一个纸杖绳的这种超差 插到里面去把景观 可能建筑之间融为一体 人这里面活动的时候 每天就找这一条 叫瑟士大街 以后这个是学生一区 这个地方是教学一区 这教学二区 这学生二区 每天学生上课 下课都是这一条 看到太湖风景的 一个学生街里面 活动 成为全校一种交流交往的场所 所以这个大学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 原人式大学 不是像过去传统那种大广场 大建筑 那就是一个理念 在通常把江南 这样一个整观特色 和江南这种地域 水箱的特色 融在一起 什么一个 比较有影响的大学 规划 这是它的总领面图 这个其中也可以看出来 在我们的大学区里面 引进了江南地域里面 一和两岸这种概念 所以我们的教学区也是 通过一和两岸 把它成为一个非常 要江南水箱特色的 一个原人式的少园 这也是另外一个 就是山区的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呢 它是跟江南那个地域 完全不同的一种山丘地形 所以我们整个大学的路口 就是通过地洞进去的 山洞进来的大学 整个大学的环境 它是依山而建 它的路往完全是 基下地形地貌 基下当地的地域的特点 地域的文化特点 地域的地形地貌的特点 来进行设计的 这是可以看到 这个建筑的文化品味 这种像那个重庆地区的 一种村落式的 一种布局的理念 我们把它引进来 以后就通过 现代的材料技术 把它加以演示 这个建筑也是 非常有代表性的 一个建筑 得点比较高的奖 这是一些老庭改造的 这是东莞的 一些老庭改造 就是我们结合了 原来 这个 由于原来本来是很好的水 水箱的水道 水小西 后来因为文化革命 就要把它封了 现在把它全部开放出来 体现了一种原来 在当地第一文化里面 第一特点的 一个村镇 情镇的布局 可以了 这个图片看出来 我们计划的这种环境 恢复了一和两岸的 那种小富人家的 非常有人性化的 非常有激情的一种环境 把它变成一种活动的 喝咖啡啊 做些交流啊 一种了解一下 当地文化的一种活动的场所 它的尺度 完全跟当地地域的环境 结合在一起 这个是另外一个项目就是 东莞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海战博物馆 它是一个填海工程 它这个填海工程 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建筑采用那个抽象 跟巨象相结合的手法 通过一个 就是一个炮台建筑嘛 就是一个纪念性的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整个建筑 就像一个炮台群 又像一个军将 就是海战的时候军将群 又像一种居民团结 共同抗击英帝国主义亲战的 一种力量相结 整个建筑就是利用填海把它搞出来了 它要跟当地的领栏 具体的环境和鸦片战争 这个特定的文化 它的内行完全融在一起的一个建筑 你可以看到它的展厅跟水的关系 和海战里面体现这种情景 这个就是比较很简念的一种纪念性 这个纪念是跟当地的 就是东莞建一种地形地貌和地环境结合 又跟鸦片战争这个主题结合 成为一种非常有当地文化和地特色的一个建筑 下面我就讲建筑的文化性 建筑具有双重性 它既是物资的财富 又是精神的产品 既是技术的畅物 又是艺术的畅作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的形态 它繁衍建筑就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 所体现的人类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依旧有文化品味的优秀建筑 其精神内涵所上发的光飞 强强强超越功能本身 其文化意义和艺术的感染力 常常成为一个实习的文化的标志 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当今社会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建筑文化将成多元化发展 建筑师是要自觉的自成地方建筑文化的传统 提炼地域独特有的文化特径 创作性的研究和发展本土文化 又要注意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 在现代建筑的共性中 输出地方个性 这四条中做到丰富多彩 合而不同 创作有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现代建筑 下面我要想通过我们从事的很多建筑创作 来说出这个观点 第一个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广州西汉南域王牧博物馆 大家知道西汉距离现在是两千多年 当时通过建筑的过程发现了这个古墓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古墓 做了一个原子 保护原子的一个遗址博物馆 现在你们看到那个就是西汉南域博物馆的外里面 这个建筑它是里面还是相当大的 它是利用马路边一个斜坡做的一个主体建筑 真正的墓是最上到十五六米高的 这个山坡底下 所以你从这个造成头盔看到这个建筑 进到里面还是非常大的 它这个建筑最大一个特点 它把西汉文化这种内行 两千多年西汉文化这种内行 也这种内行呢 它从很多出土文物里面提炼出来的一些元素 和它作为一个古墓博物馆 一种级维建筑所具有的一种共性的特点 也要用现代的材料 现代的技术把它生成为一个博物馆 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 建筑所具体现了两千多年前的风貌 但是它的手法是现代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是一个现代建筑 它把有很高文化品位和现代的美学 现代材料技术提了起来 所以这个建筑就为广州体现新美囊风格的 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也得了国家优秀设计金讲 这个图可以看到 这是古墓 从中间的地方 这古墓 这个保护古墓的一看 我们是以古墓为主地下的古墓 上面这个不斗行的 那个像光蓬叶呢 这是保护它 一看这个古今分文 这是为了保护它的 周围的环节是原有的 我们没有动它 这种石头都是两千多年钱的 一套篮把它围起来 这种手法可以看到 其中很有特色就是我们用的红砂盐 这是刚才讲的 这个红砂盐 红砂盐是当地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材料 它这种文化品味很浓 也是非常质感非常强 这个 当然我们的保护古墓的地方 可以看到通过一种卵石 一种很古墓的手法 和现代的金属 玻璃材料融在一起 这种细部的处理 体现一种 传统与现代的一种融合 也体现一种古墓的那种 纪念 那个墓学啊 这种建筑特件的 把它通过一种材料的质感翻出来 这是我们建议做的一个 哪个一个地建区 就是玉树 就是称啊 玉树博物馆 玉树博物馆呢 它是体现了那个商巴 那个康巴文法 体现了康巴文法的特点 大家知道那个地方啊 它是终究其分很浓的 也是藏式建筑的一个地方 它是那个非常信魄的一种神山 信水天然鹤移的理念 当地的建筑 可以通过这些可以看的 比如说 他那个西藏一带的建筑 它是崇拜神山信水的一种自然观 他的藏族的建筑 体现了一种多样的丰富色彩 又是跟地形地貌完全结合的 色彩明快的 有一定的他们的民族的 这个所体现的这种特色的 耶稣本土建筑 也是体现了一种衣裳和建 以使徒来强强的一种对比 浓郁的色彩等等 其中有很多当地一些传统 比如说他们那个金方 或者是他们的玛尼石 还有唐琴等等这种概念 我们就很多建筑的表现出来 比如说唐琴就是一个 非常有代表性的图案 这种图案就体现一种 天然鹤一一种理念 它就是也体现了世界的结构的本源 它是终究概念怎么来的 我们把这种概念 通过现代的材料技术手法 把它加益吸收 就像我们现在博兰建筑 博物馆建筑所具有的功能 要形成一个建筑 所以这个建筑会看得出来 它非常有当地的文化的特性 这是康巴文化的特性 很多细部的处理 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吸收了当地的马尼石 就是要诗堆啊 诗堆啊 经方啊 那个弹琴那些概念 把康巴文化的一些 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 把它融在建筑里面来 就是这个地方也是三江之源 就是我们国家的主要间的一个发源地 那这个最后形成这样一个 有康巴文化特性 以艺术这个功能 博物馆的功能和当地的气候 和当地的那个 宗教里面的一些概念 以及一些材料技术 其中入口地方就是一个弹琴 弹琴的概念 弹琴里面呢 通过这个弹琴之后 或者我们就一个内院 院落也是西藏建筑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通过进来是一个内院 就进到是个谈听式的 大堂大厅 最从那里进来 整条是一条交通囊 交通囊的这一部分 三大就是三个城里馆 贾囊馆 它的后边部分就是管理用房 最后到到结尾的时候 也是通过一个院落 首先一个弹琴的一个概念 是把这个拯救 融成一个非常大的拯体 它的室内就吸收了 那个弹琴的一些概念 下面另外一个 进去做的一个工程 也挺有特点的 前学生图书馆 前老是我们国家的 大家都非常崇敬的一个人文科学家 他几乎我们中华民族很多优秀的品德 他都在身上这个体现 所以为了我们 我们纪念那个前老的封工位置 为了进行他的思想 和弘扬他的这个思想 我们中央决定去上海 去他那个当年上学的地方 就是交通大学 作为一个前身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的话 他的概念就是石破天经 就是一个中标方案 石破天经 就是说把前学生这个尾人 就像深埋在祖国的大地里面 一撒 通过他一身的犯刀 崩出来了 就是石破天经 承起了这样一种巨人的气派 所以整个像这种石头把裂开 裂开的部分就是里面的展厅了 展厅就是也包括当年前老第一次 就是人家发现火箭的 那个人物都放在里面展览 这个火箭 其中最关键的是前老的像 同样这个像是以前艺术家做的 我们这一次是由我们建筑师自己做 他通过材料的不同的处理 一种鸡压锡材料 把它通过的文理不同 形成一个像 为了做这个东西 我们做了很多试验 就是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像 这个像是 这个像既要 隐隐隐隐隐隐看到一个伟人的像 也不能拍巨像 所以我们当时也通过材料这种 这个就是通过各种各种材料 我们做试验 这个就是把像的部分 放到一比八的比例出来的 其实这个地方是真正的比例 你们看到这块 中间这个轮里 就是这个壁子的第一点点 是放小的也看不出来 一放大的时候 你远看你就会形成一个像 这个可以看出来 这个像 通过一些材料的文理 然后通过光线的解释 把它形成一个 前老的像 真神的像 这个像不能太具像 这就是我们建筑师 非常有倡议的 也正确研究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馆就很快就要开末了 今年年底是前老一百岁诞成 我们就是前老一百岁诞成 中央就是已经决定这个馆 这段时间开放 这个是 为了做这个 像我们开始的 先做一比八的比例 一比八的比例 还是不够大 真要做好这个工作了 我们最后 他现在做了一个 一比一的比例 最继续做出条件 最后的 全能一块块挂下去 变得好挂下去 那为了做这个东西 我们 因为一比一的是很大了 教训很难做 所以当时我们就借了一个 这个 起重机了 我在爬上下面就是我的 爬上下面 然后呢 把这个像 这个像就这样 你看看得出来吧 从上面很高的地方叫出来 就这个像 像这个壁子 这个眼睛 这等等 但当时还不够理想 我们还去调 还去调它的 觉得 去了一种中间的调子 我们进去调 我们希望这个像能够做的成功 这也是我们 少是 用这么大神的这种材料表现 一个建筑外里面的一个 也是一种倡议吧 我们希望 就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所以这个图 当时我们就为了做的事 就爬在上面 就拍出来这个照片 就这样 下面 另外一个作品就是 天津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 大家知道 杰伦 天津是我们国家 改革开放的 新一个高桥 八十年代是深圳 九十年代是上海湖东 新一轮呢 国家大发展是在深圳 其中特别是滨海地区 为了 一样 就是最终一个城市 他能不能现代化 还不光是看他的经济 更重要看他的文化 所以 深圳决定 去他的城市中心去 改一个文化中心 一大片 他这个是 看到的 这个是博物馆 这个是图书馆 这个是美术馆 中间那个是美术馆 这边这个是图书馆 这个大的圆湖呢 就是 国际院 后边还是 儿童馆的中心等等 围着一个大幅 很大的一组建筑群 那都是国际交标 后来 这个 博物馆 就 华纳理工大学 我主持的项目中标了 美术馆是 德国人中标 德国的建筑师中标 图书馆是日本的建筑师中标 呃 国际院也是德国人的 美国一堂 GMP他们中标 就是 那我现在承担了这个 呃 天津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封了顶了 这是怎么年底 呃 基本上改起来了 今年年底就没开起来了 它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因为天津 它的历史叫六百多年 当时叫天津卫 就是 当年是王帝出入的一个关口 我们中国王帝的出入一个关口 就是源于渤海的进来了 他就有了天津这个城市 六百多年前 呃 近代 一百多年前 两百年前 前前后后 又是洋务运动的时候 当年 那个时候 也是我们 国家 就是西方文化 西方基建 存到中国来 引到中国来的一个关口 它也是一个窗口 而现在 我们到了今天 天津也请问我们 刚才讲的 既 深圳 上海之后 又一个 腾飞的一个主要的窗口 所以我们抓住窗口做文章 神经的 包括这个门是用铜座的 这个铜座的六重门 六重的门 就像六百多年的历史 一样进到里面 主要是一个实战长廊 一个非常宽的那个续厅 又是一个展厅 以后呢 从这里开始 逐步上升 把天津这个博物馆 从过去的 近代的 还有未来的展览 通过一个实战隧道 实战长廊 通过上升 不断上升 来把这个历史展览 表现出来 就没到一个地方 就进到里面 两边是展厅了 到最后 是一个未来大厅 就是这样一个未来大厅 很高闯开 就是表现一种 天津历史的发展 一个情绪 所以这个建筑 当时中标的概念 还是很清晰的 现在已经 基本上已经封顶了 已经快要使用了 就这样一个例子 下面一个文法结合的就是 那个 成都火车站 它也是一个大型交标 成都火车站呢 是在成都的中桌县的北面 这个叫北站 所以它是最一城市的中心地带 一条中桌县的面 所以它就成为一个门楼 通常一个火车站 就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就是少先到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通过一个门楼的概念 同时我们西少的很多成都的八祖文化中的族文化 族裔的文化 族边的文化 和服用花的文化 加以把它演变 就成为 现在你看到这个建筑 所以看到这种处理手法 就是一个花 像族边的那些东西 也本身就是一个门楼 就是城市 一个标志 一个入口 下面一个作品就是 宁波邦布园 就宁波了 宁波 大家知道 宁波三百多年前 他们飘洋过海 宁波沿 当时一些出口的地方 就是山江汇流的地方 他们山江汇流的地方出海飘洋 他们几百年来 在国外的宁波沿 团结奋斗 不断的 这个对外边谋伤 以后他们之间非常团结 非常这个有家乡 那种勤劳勇敢的那种精神 经过三百多年的奋斗 现在宁波人在海外 取得了非常规茫的成就 像很多著名的企业家 像鲍玉刚啊 董建华啊 还有校医夫啊等等 都是宁波人 还有他们不但是 出了一批实业家 资本家 就是 还出了一大批 科学技术人才 他们当地培养了九十多个院士 还有 相当多的一些文学家的人 所以 当地决定去 林波盖一个博物馆 就是林波邦博物馆 弘扬他们家乡这种 意爱祖国 勤奋奋斗的这种精神 同时也是 林波人 就是海外的林波人 回来聚会 一个好的地方 他们就是 所以当地也是一个教育 当地林波人的一个 激励激发 当地林波人奋发图前的一个场所 这个建筑 它是把通过进来 一个山江汇流 回到中间还有一个戏台 也要进到里面来 非常清晰的 要流线 一边是展厅 一边是临时展厅 最好多多端部的地方 是一个公民成就的一种序言厅 就是他们将那序最会 海带回来最会的一个地方 这个看起来 当时我做这个项目之下 画的一些草图的概念 这种概念 他们现在还是作为一个展品 在那个馆里面展出来了 这是盖出来的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馆是非常有文化品味的一个 这个系台 系台也是用现代的手法 再现他们当地的文化历史 用现代把它表现出来 这个是其中部分 入口的一部分 这个地方就是进了系台 从系台就往入口的地方看 前面一个大堂大厅 就像入口的大厅 就像一个牌楼一样的 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建筑 是现代建筑中体现 比较高的品牌品味的 这个老体吧 消息五分钟 就这么晚了 这是4分钟 需要來改筑 什么功能 这个里面 değil mesmo 是 刚才是 骨 杷磨 接管 是 结果 す стал